今年的首队大熊猫双胞胎成长状况良好 目前这对熊猫宝宝已经一百多天了 并在新家里健康地成长着 通过网络票选 它们还有了两个好听的名字 平平和安安 这对龙凤胎是在512地震期间出生的 当时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包括六只受孕大熊猫在内的53只大熊猫 被转移到了雅汉避风峡基地 7月6号 大熊猫郭果在那里顺利产下了这对双胞胎 今年以来 研究中心繁殖成活的13只熊猫幼崽都身体健康 成长状况良好 这对龙凤胎是在512地震期间出生的 当时